欢迎来美国华人博物馆 请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是美国华人博物馆的馆长 美国华人博物馆在华盛顿DC 是一共有四个楼层 第一楼层我们是长期的展览 收集所有华人 就是Chinese American的photo 另一边就是我们把Digital的方式 收集了所有华人在美的历史 最后后面就是有一个小的防影室 介绍纪录片 二楼三楼四楼现在是Routine 每年都变化不同的展览 二楼基本上我们是放给艺术类的 三楼是Space最大 主要的展览都在三楼 就是近距展览在三楼 七宝展览在三楼 四楼呢 是给学生艺术评奖得奖的每年 展览一次 同时呢 我们也有特殊的展览在四楼 华盛顿除了政治中心之外 它也是一个博物馆的中心 而且现在在华盛顿还没有一根 属于我们华人自己的博物馆 所以这是非常有价值的 我们博物馆的终结啊 就是The Chinese American Story Is as American Story 这是我们的slogan 我一段经商然后现在是搞文化 但是我感觉到其实在美国的 华裔也好亚裔也好 推动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当人们接受和认识你 不同种族不同的文化的基础上 它才会理解你的思维方式 我们除了展览之外 就比较注重于社区 和社区的接触 我们从2020年组织了第一场的 高中生和初生生的艺术比赛 那么今年呢我们第一年 又组织了一个高中生的作文比赛 我们举办了这两个活动以后发现 其实亚裔孩子很愿意接受中国文化 关键一定要给他们一个好的方式 让他们介入 其实我的初衷对这个博物馆主要是 不仅要宣传华人的律师 华人在美国的律师 同时也要宣传华人现在华人对美国社会的贡献 从2021年开始 我们每年举行一个Gala 颁奖给当地为社区服务有贡献的 他们有各种不同领域 有医疗领域的 有科技领域的 有法律领域的 也是通过这个颁奖仪式来宣传 我们华人对社会社区的服务 我也是非常重视 就算了 你不是个博物馆 any 谁是很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